从普利兹新闻奖的照片《战火中的女孩》 到冷战时期的柏林围墙 再到911恐怖攻击纽约世贸大楼的残骸 美国华府新闻博物馆 记录了全球重大的新闻事件 11年来超过千万观光客 透过这里了解新闻历史 体会新闻自由的重要性 但新闻博物馆不堪财务布贺 将于2019年年底吹起席灯号 911恐怖攻击事件 是美国民众最大的伤痛 新闻博物馆集结了当时各国的报道头条 整理成一整面墙面 也借由影片让民众了解 记者当时一边工作一边逃生的挣扎心境 新闻现场往往充满危险 记者采访出身入死 博物馆特地将超过 2300位因公训职记者 生平的事迹 陈列在纪念墙 提供民众浏览 除此之外 博物馆也针对美国LGBT 以及1960年代 美国种族隔离政策下 黑人争取权利的历程 做详细介绍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 新闻博物馆 以世界地图的方式 呈现全球各国的 新闻自由评比 台湾在亚洲国家 一片红色中 少数以绿色 象征新闻最为自由的国家 中央社记者江金叶 华盛顿报道